金庸武侠小说 以天屠龙记 第五回 好必以四玉梅花庄 播讲 东阳 前堂江到了六合塔下转一个大湾,然后直向东流。 该处和府城相聚不近,张翠山脚下虽快,到的六合塔下,天色也已江黑。 直见塔东三株大柳树下,果然系着一艘扁舟。 前堂江中的江船张有风帆,自比西湖里的游船大得多了,但桥头挂着两盏碧砂灯笼,却和昨晚所见的一般模样。 张翠山心中砰砰而跳,定了定神,走到大柳树下。 只见碧砂灯下,那少女独坐船头,身穿淡绿衫子,却已改了女装。 张翠山本来,张翠山本来一意要问他昨晚的事,这时见他换了女子装束,却愁愁起来。 呼听的少女扬天吟道。 暴溪船头,思见嘉宾,威风波动,网烟若成。 张翠山朗声道。 在下张翠山有事请教,不敢冒昧。 那少女道。 请上船吧。 张翠山轻轻跃上船头。 那少女道。 昨晚乌云碧天,未见月色,今天云散天青,可好得多了。 声音娇媚清脆,但说话时眼望天空,竟没向他瞧上一眼。 张翠山道。 不敢请教姑娘遵信。 那少女突然转过头来,两道清澈明亮的眼光在他脸上转了两圈,并不答话。 张翠山见他轻力不可帮物,为此荣光所逼,邦觉自残,不敢再说什么。 转身跃上江岸,发足往来路奔回。 奔出十余帐,陡然停步。 心道。 张翠山啊,张翠山,你昂藏七尺,男儿汉大丈夫,纵横江湖无所畏惧,今日却怕起一个年轻姑娘了。 侧头回望,只见那少女所坐的江船沿着前塘江顺流缓缓而下。 两盏碧沙灯照应江面,张翠山一时心意难定,在岸边醒步而行。 人在岸上,周在江上,一人一周并肩而行,那少女仍是抱息坐在船头,看着天边新生的霉月。 张翠山走了一会儿,不自禁地顺着她的目光一看,却见东北脚上涌起一大片乌云。 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乌云涌得甚快,不多时便将月亮遮住。 一阵风过去,洒下细细的雨点了。 江边一望平野,无可躲雨之处,张翠山心中枉然,也没想到要躲雨,雨虽不大,但时候一久,身上便已湿透。 只见那少女仍是坐在船头,自己也已领得全身皆湿。 张翠山猛地醒起,笑道。 姑娘,你进仓避雨啊。 那少女啊的一声,站起身来,不惊一争,说道。 难道你不怕雨了? 说着便进了船舱。 过不多时,从舱里出来,手中多了一把雨伞,手一扬,将伞向岸上致来。 当翠山伸手接住,见是一柄油纸小伞,张将开来,见伞上画着远山进水,树珠垂柳,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画。 提着七个字道, 携风细雨,不须归。 杭州伞上多有书画,自来如此,也不足为奇。 伞上的绘画书法,出自匠人手笔,便和江西的瓷器一般,总不免带着几分匠气。 其知,这把小伞上的书画,竟然甚为精致。 那七个字,威贤尽力不足,当时出自闺秀之手,但颇见轻力脱俗。 张翠山抬起了头,看伞上书画,足下并不停步,却不知前面有条小沟,左足一脚踏下,尽踏了个空。 若是常人,这一下非摔个大金倒不可,但他变招其速,又足向前踢出,身子已然腾起,轻轻瞧瞧地跨过了小沟。 只听着舟上少女喝了声踩,好。 张翠山转过头来,见她头上戴了顶斗笠,站在船头风雨中,衣衣飘飘,真如临波仙子一般。 那少女道, 散上书画,还能入张相公法眼吗? 张翠山绘画向来不加错意,留心着只是书法,说道。 这笔卫夫人鸣基铁的书法,笔段一连,笔短一长,即进沾花血运之妙。 那少女听她认出自己的字体,心下甚喜,说道。 这七字之中,那个布字写得最不好。 张翠山细细凝视,说道。 这布字写得很自然啊,只不过少了含蓄,不像其余的六字,鱼韵不尽,观之令人忘卷。 那少女道。 是了,我总觉得这字写得不屑意,却想不出是什么地方不对,金相公一说,这才恍然。 他所成江船顺水下时,张翠山扔在岸上半周而行,两人谈到书法,一问一答,不知不觉间已行出离许。 这时天色更加黑了,对方面目早已瞧不清楚。 那少女呼道。 文君一席话,圣读十年书,多谢张相公指点,就此别过。 他手一扬,后烧舟子拉动翻锁,船上风帆慢慢升起,白帆古风,邓时行得快的。 张翠山见帆船渐渐远去,不自禁地感到一阵畅旺。 直听着那少女远远地说道,我信殷,他这有侠,在向相公请教。 张翠山听到我信殷三个字,目得一惊。 那都大锦曾道,托他护送玉三哥的是个相貌俊美的书生,自称信殷,莫非便是此人乔装改办。 他想着此事,再也顾不得什么男女之嫌,提起脊椎。 帆船使得虽快,但他展开轻弓,不多时便已追击。 朗生问道, 鹰姑娘,你使得我御三哥鱼带员吗? 那少女转过头并不回答,张翠山似乎听到一声叹气,只是一在岸上,一在周中,却也听不明白,不知到底是不是叹气。 张翠山又道,我心下有许多疑团,要请剖名。 那少女道,又何必一定要问? 张翠山道, 委托龙门标局护送我御三哥,赴恶的,可就是鹰姑娘吗? 此番恩德,勿须报答。 那少女道, 恩恩怨怨,那也难说得很。 张翠山道, 我三哥到了武当山下,却又遭人毒手,鹰姑娘可知道吗? 那少女道, 我很是难过,也觉爆汗。 他二人一问一答,风势见大,帆船越行越快。 张翠山内力深厚,始终和帆船并肩而行,竟没落后半步。 那少女内力不及张翠山,但一字一句,却也听得明白。 千堂江越到下游,江面越阔,而斜风细雨,也渐渐变成了狂风暴雨。 张翠山问道, 昨晚龙门标局满门数十口被杀,是谁下了毒手,姑娘可知吗? 那少女道, 我跟督大姐说过,要好好护送于三峡到武当,若是路上出了半分差池。 张翠山道, 你说要杀的他,标局中鸡犬不留? 那少女道, 不错,他没好好保护于三峡,这是他自取其就,又怨得谁来? 张翠山心中一寒,说道, 标局中,这许多人命,都是,都是,那少女道,都是我杀的。 张翠山耳中嗡的一响,实难相信,这娇媚如画的少女,竟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 过了一会儿,说道, 那,那两个少林寺的和尚呢? 那少女道, 也是我杀的,我本来没想和少林寺结仇,不过他们用歹毒暗器伤我在先,便饶他们不得。 张翠山道, 怎么,怎么他们又阎王我? 那少女咯咯一声笑,说道, 那是我安排下的。 张翠山气往上冲,大声道, 你安排下,叫他们冤枉我。 那少女娇声笑道, 不错。 张翠山怒道, 我跟姑娘无怨无仇,何以如此? 只见那少女衣袖一挥,钻进了船舱之中,到此地步,张翠山如何能不问个明白? 眼见那帆船离岸树丈,无法纵越上船,狂怒之下,身长像岸边一株枫树猛击,咔咔树声,折下两根粗枝。 他用力将一根粗枝往江中置去,左手提了另一根树枝,又足一点,跃向江中。 左竹在那粗枝上一介力,向前跃出,跟着将另一根粗枝又抛了出去,右足点上树枝,再一介力,跃上了船头。 大声道, 你,你怎么安排? 船舱中黑沉沉的既然无声,张翠山便要举步跨近,但盛怒之下,仍然颇有自制。 新讲,扇子闯入妇女船舱未免无礼,正愁出见,忽见火光一闪,舱中点亮了蜡烛。 那少女道, 请进来吧。 张翠山整了整衣冠,收拢雨伞,走进船舱,邓时不由地一征,只见舱中坐着一个少年书生,方巾青山,折扇青瑶,神态甚至潇洒。 原来,那少女在倾客之间,又已换上了男装,一撇之下,尽于张翠山的行貌极其相似。 他问她如何安排使得少林派冤枉自己,她这一改装不用答复,也使她恍然大悟。 昏暗之际,谁都会把她二人混而为一,无怪少林僧汇丰和督大锦,独一口咬定是自己下的毒手。 那少女身折扇向对面的座位一指,说道,张武侠,请坐。 提起脊上的细瓷茶壶震了一杯茶,送到她面前,说道,寒夜客来茶当酒,周中午酒,未免有见张武侠轻信。 她这么丝丝闻闻闻地震一杯茶,更使张翠山满腔怒火发作不出来,只得欠声道。 多谢。 那少女见她全身一缕尽尽尸,说道,周中尚有一山,春寒撩翘,张武侠到后勺换一换吧。 张翠山摇头道,不用。 当下暗孕内力,一股暖气由丹田升得起来,全身滚热,衣服上的水气渐渐散发。 那少女道,武当派内功甲鱼武林,小妹请张武侠更衣,真是井底之剑了。 张翠山道,姑娘是河门河派,可能见世吗? 那少女听了她这句话,眼望窗外,眉间瞪时照上一层绸艺。 张翠山见她神色间似有重忧,倒也不便苦苦相逼,但过了一会儿,忍不住又问。 我余三哥到底为何人所伤,盼姑娘见世? 那少女道。 不但独大紧走了眼,连我也上了大当。 我早该想到武当七侠,英姿萨爽,怎会是如此显致粗鲁的人物。 张翠山听她不搭自己的问话,却收到英姿萨爽四个字,显然当面赞誉自己的风采,心头砰得一跳,脸上微微发烧,却不明白她说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少女叹了口气,突然卷起左手衣袖,露出白玉般的手臂来。 张翠山急忙低下头来,不敢观看。 那少女道。 你认得这暗器吗? 张翠山听到她说暗器两字,这才抬头,只见她左臂上盯着三枚小小黑色钢镖,肤白如雪,重镖之处却深黑如墨。 三枚钢镖,尾部均坐梅花形,镖身不过一寸半长,却有寸许深入肉里。 张翠山吃了一惊,豁得站起,叫道。 这是少林派梅花镖,怎,怎的是黑色的? 那少女道。 不错,是少林派梅花镖,镖上喂得有毒。 她晶莹洁白的手臂上盯着这三枚小镖,烛光照影之下又是艳丽动人,又是诡秘可怖,便如雪白的宣纸上,用黑墨点了三点。 张翠山又道。 少林派是名门正派,暗器上绝继不许未读。 但这梅花小镖,除了少林弟子之外,却没听说还有哪一派的人物会使。 你中镖多久了,快些设法解毒要解。 那少女见她绳子间甚是关切,说道。 纵标已二十余日,毒性给我用药逼住了,一时不致散发开来。 但这三枚恶标却也不敢起下,只怕标一拔出,毒性随血四走。 张翠山道。 纵标二十余日再不起出,只怕,只怕,将来治愈后,脊肤上会有极大,极大的伤疤。 其实,她本来想说,只怕毒性在体内停留过久,这条手臂要废。 那少女,泪珠盈然,悠悠着倒。 我已经尽力而为,昨天晚上,在那些少林僧身边,又没搜到解药。 我这条手臂是不中用了。 说着慢慢放下了衣袖。 张翠山胸口一热,道。 鹰姑娘,你信得过我吗? 在下内力虽浅,但自信尚能相助姑娘逼出壁上的毒气。 那少女炎然一笑,揍出夹上浅浅的梨窝,似乎心中极喜,但随即说道。 张五霞,你心中疑团甚多,我需先跟你说个明白,免得你住了我之后,却又懊悔。 张翠山昂然道。 治病救人,原是我被当为之事,怎会懊悔? 那少女道。 好在二十多天也熬过来了,也不忙在这一刻。 我跟你说,我将余三峡交托给龙门标局之后,自己便跟在标队后面。 道上果然有好几起人想对余三峡下手,都怪我暗中打发了,可笑都大锦如在梦中。 张翠山拱手道。 姑娘大恩大德,我武当弟子,感激不尽。 那少女冷然道。 你不用谢我,待会儿你恨我也来不及呢。 张翠山一呆,不明其义。 那少女又道。 我一路上更换庄树,有时扮作农夫,有时扮作商人,远远跟在标队之后。 那知道的武当山脚下出了岔子。 张翠山咬牙道。 那六个恶贼,姑娘亲眼瞧见了吗? 可恨都大锦懵懵懂懂,说不明白这六贼的来历。 那少女叹了口气。 我不但见了,还跟他们交了手,可是我也懵懵懂懂,说不明白他们的来历。 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 那日,我见这六人从武当山上迎下来,卢大锦跟他们招呼,称之为武当六侠,那六人也居之不宜。 我远远望着,见他们将玉三侠所乘的大车接了去,心想此事已了,于是勒马到旁,让都大锦等一行走过。 但一披之下,心中起了老大疑斗。 武当七侠的同门师兄弟,情同骨肉,于三侠身受重伤,他们该当一拥而上,立即看到伤势才对。 但只有一人,往大车中望了一眼,于人非但并不理会,反而颇有喜测,大声呼哨,赶车而去。 这可不是人情之常。 张翠山点头道,姑娘心计,所疑甚是。 那少女道,我越想越觉不对,于是纵马追赶上去,贺吻他们姓名。 这六人眼力道也不弱,见面就看出我是女子。 我骂他们,冒充武当子弟,挟持于三侠存心不良,三言两语,我便冲上去动手。 六人中,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寿子跟我相斗,一个道士在旁略正,其余四人便赶着大车走了。 那寿子手底下甚是了得,三十余河中我胜他不得,突然间那道人左手一扬,我只敢闭上一麻,无声无息地便中了这三枚梅花镖,手臂瞪是玛雅。 那寿子出言无礼,想要请我,我还了他三枚银针,这才脱身。 说到这里,脸上危险红韵,想来那寿子见她是个孤身的美貌少女,竟有非礼之意。 张翠山沉吟道。 这梅花小镖用左手发射,少林派门下怎的出现了道人,莫非也是乔庄呢? 那少女微笑道。 道士扮和尚,虚体光头,和尚扮道士却容易得多,带顶道观便成。 张翠山点了点头,那少女道。 我心知此事不妙,但那瘦子我上子抵抵不过,那道人似乎更厉害得多,何况他们共有六人,这可没了计较。 张翠山张口欲言,但终于忍住了。 那少女道。 我猜你是想问,干嘛不上武当山来跟我们说明,是不是? 我可不能上武当山哪,倘若我自己能出面,又何必委托都大锦走这趟标呢? 我彷徨无忌在道上闷走,恰好撞到你跟都大锦他们说话,后来见你去找玉三侠,我想武当七侠正主而已接上了手,不用我再凑热。 拼我这点微末本理也帮不了什么忙,那时我急于解毒,便急东环。 不知玉三侠后来怎样了。 张翠山当下说了余代言受人毒害的情状,那少女长叹一声,睫毛微微颤动,说道。 但愿余代言于三侠吉人天下,终能治愈,否则…… 否则…… 张翠山听他语气诚恳,心下感激,说道。 多谢姑娘好心…… 说着,远旷微诗,那少女摇了摇头,说道。 我回到江南,叫人一看这梅花镖,有人识的是少林派的独门暗器,说道除非是发暗器之人的本门解药,否则毒性难除。 临安府除了龙门标局,还有谁是少林派,于是我夜入标局,要逼他们给解药,岂知他们不但不给,还埋伏下人马,我一进门,便对我猛下毒手。 张翠山嗡了一声,沉吟道。 —你说故意安排,叫他们认作是我? 那少女脸有腼腆之色,低下了头,轻轻地道。 —我见到你,到衣铺,去买了这套衣巾,觉得穿戴起来,很是,很是好看,于是我跟着眼买了一套。 张翠山道 —这便是了,只是你一出手便连杀数十人,未免过于狠辣,标局中的人跟你又没仇怨。 那少女沉下脸来,冷笑道 —你要教训我吗?我活了一十九岁,倒还没听人教训过呢。 —张武侠大人大义,这就请吧,我这般心狠手辣之辈,原没盼望跟你结交。 —张翠山给他一顿鼠说,不由得满脸通红祸地站起,但要出仓。 —但随即想起已答应了助他治疗飙伤,说道 —请你卷起衣袖 —那少女额眉微数,说道 —你爱骂人,我不要你治。 —张翠山道 —你闭上之伤,延误已久,再耽误下去,只怕,只怕毒发难治。 —那少女恨恨地道 —送了性命最好,反正是你害的。 —张翠山奇道 —咦,那少林派的恶人发飙舍你,跟我有什么相干? —那少女道 —倘若我不是千里迢迢地护送你三师哥上武当山,会遇上这六个恶贼吗? —这六人抢了你师哥去,我若是袖手旁观,毕上会中标吗? —你倘若早到一步,助我一臂之力,我会中标受伤吗? —除了最后两句,有些强词夺礼,另外的话,却也合情合理。 —张翠山拱手道 —不错,在下助姑娘疗伤,只是略报大德。 —那少女侧头道 —那你认错了吗? —张翠山道 —我认什么错? —那少女道 —你说我心狠手辣,这话说错了。 —那些少年和尚,租大紧致干人,标局中的全都该杀。 —张翠山摇头道 —姑娘虽然避上中毒,但仍可有救。 —我三师哥身受重伤,也未避命,即使当真不治,咱们也只找守恶。 —这样一举连杀数十人,总是鱼里不合。 —那少女嗅眉一阳道 —你说我杀错了人? —难道发梅花镖打我的不是少林派的? —难道龙门镖局不是少林派开的? —张翠山道 —少林门徒便于天下,成千成万,姑娘壁上中了三枚镖,难道必要杀尽少林门下弟子? —那少女便他不过,呼着举起右手,一掌往左臂上拍落,左掌之处正是那三枚梅花镖的所在,这一掌下去,三镖深入肉里,伤得可就更加重了。 —张翠山万料不到,他脾气如此怪淡,一言不合,便下重手伤残自己肢体,他对自己尚且如此,楚楚随便杀人,自是不在意下了,但要阻挡,已然不及,急道,你,你何苦如此? —只见他山袖中渗出黑血,张翠山知道此时飙伤甚重,他内力已阻不住毒血上流,若不急救,历时便有性命之忧,当下左手探出,抓住了他的左臂,右手便去撕他山袖。 呼听着背后有人喝道, —狂徒不得无离! 呼的一声,有人挥刀向他背上砍来。 —张翠山知识船上舟子,势在紧急无暇分辨,反腿一脚将那舟子踢出舱去。 那少女道, —我不用你救,我自己爱死,关你什么事! —说着啪的一声,轻轻脆脆地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出掌奇快,张翠山事先又毫无防备,一愣之下放开了他手臂。 那少女沉着脸道, —你上岸去吧,我再也不要见你了。 张翠山给他这一拳打得羞怒骄蹦,道 —好,我倒没见过你这般任性无礼的姑娘。 发布走上船头,那少女冷笑道 —你没见过,今日便要给你见见。 —张翠山拿起一块木板,但要抛在江中,踏板上岸,但转念一想,我这一上去,他终究性命不保,当下强忍怒气,回进舱中。 —说道 —你打我一掌,我也不来跟你这不讲你的姑娘计较,快卷起秀来,你要性命不要。 —那少女蹭道 —我要不要性命,跟你有什么相干? —张翠山道 —你千里送我三哥,此恩不能不报。 —那少女冷笑 —好啊,原来你不过是带你三哥来还债来着,倘若我没护送你三哥,我受的伤再重,你也见此不救了。 —张翠山一睁,道 —那却也未必,只见他呼得打个残战,身子威颤,显示独性上行,忙道 —快卷起袖子,你当真拿自己性命开玩笑。 —那少女咬牙道 —你不认错,我便不要你救 —他脸色本就极白,这是娇称雀诺,更增楚楚可怜之态。 —张翠山叹了口气,道 —好,算我说错了,你杀人没有错 —那少女道 —那不成,错便是错,有什么算不算的,你为什么叹了口气再认错,显然不是诚心诚意的。 —张翠山救命要紧,也无谓跟他多做口舌之争,大声道 —黄天在上,江神在下,我张翠山今日诚心诚意,将因…… 因……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 —那少女道 —殷素素 —张翠山道 —嗯,向殷素素姑娘认错 —殷素素大喜,言难而笑,蒙地里脚下一软,坐倒在椅上。 —张翠山忙从怀中药瓶中取出一粒天心解毒丹给他服下,卷起他衣袖,只见半条手臂已成紫黑色,黑气正字迅速上行。 —张翠山伸左手抓住他上臂,问道 —觉得怎样? —殷素素道 —胸口闷得难受,谁叫你不快认错,躺着我死了,便是你害的。 —张翠山当此情景,只能柔声安慰 —不碍事的,你放心,你全身放松,一点也不用力、运气,就当自己是睡着了一般。 —殷素素白了他一眼 —道 —就当我已经死了 —张翠山心道 —在这当口,这姑娘还是如此蛮横刁恶,将来不知是谁做她丈夫,这一生一世可有苦头吃了。 —想到此处,不由得心中睁然而动,脸上瞪是发烧,生怕殷素素已知觉了自己的念头,向她望了一眼。 —只见她双颊运红,大肆娇羞,不知正想到了什么,两人眼光一触,不约而同地都转开着头去。 —殷素素忽然低声道 —张五哥,我说话没轻重,又打着你,你,你别见怪 —张翠山听她忽然改口,把张五侠叫做张五哥,心中更是砰砰乱跳,当下吸一口气,收射心神 —一股暖气从丹田中升上,浸灌双臂,抓住她手臂伤口的上下两端。 —过了一会儿,张翠山头顶笼罩阴暈白气,显示出了全力,汗气上征。 —殷素素心中感激,直到这是疗毒的紧要关头,生怕分了她的心神,并不敢和她说话。 —呼听着拨的一声,闭上一枚梅花小镖弹了出来,跃出杖鱼,跟着一缕黑血从伤口中急射而出。 —黑血渐渐转红,跟着第二枚梅花镖又被张翠山的内力逼出。 —便在此时,呼听着江上有人纵声高呼。 —银姑娘在这儿吗? —朱雀坛坛坛主参见! —张翠山微觉怪异,但韵力正极,不须理会。 —那人又呼了一声,却听自己船上的舟子叫道。 —这里有个恶人,要害鹰姑娘,长坛主快来! —那边船上的人大声喝道。 —恶贼不得无礼,你只要伤得鹰姑娘一根寒帽,叫你伸手千刀万剐。 —这人身若红中,在江面上呼吓过来,大势威猛。 —殷素素睁开眼来,向张翠山微微一笑,对这场误会表示歉意。 —第三枚梅花镖给他一拍之下,入肉甚深。 —张翠山连运三遍力道,仍是逼不出来。 —但听见讲声甚急,那艘船飞也似得靠近。 —张翠山只觉船身一晃,有人跃上船来,他只顾用力,却也不去理会。 —那人钻进船舱。 —但见张翠山双手牢牢地抓住殷素素左臂,怎想得到他是在运功疗伤,急怒之下,呼的一掌便往张翠山后心拍去,同时喝道。 —恶贼还不放手! —张翠山缓不出手来招架,吸一口气,挺背应接着他这一掌,但听砰的一声,这一掌力道奇猛,结结实实地打中了他背心。 —张翠山深得武当派内功的精药,全身不动借力泄力,将这沉重之急的掌力引到掌心。 —只听到泼的一声响,第三枚梅花镖从阴素素壁上急射而出,钉在船舱板上,于是不摔,物资颤动。 —发掌之人一掌即出,第二掌跟着便咬击落,见着这等情景,第二掌拍到半路,硬生生地收回。 —叫道 —鹰姑娘,你……你没受伤吗? —但见他手臂伤口喷出毒血,这人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知道是打错了人,心下好生不安。 —暗存自己这掌由烈石破碑之计,看来张翠山内脏已净数震伤,只怕性命难保。 —蒙从怀中取出伤药,想给张翠山扶下。 —张翠山摇了摇头,见阴素素伤口中流出来的已是阴红的鲜血,于是放开手掌,回过头来笑道,你这一掌的力道真是不小。 —那人大吃已惊,心想,自己掌底不知击毙过多少成名的武林好手,怎么这少年不辟不让地受了一掌,竟如没事人一般。 —说道 —你……你…… —瞧瞧他脸色,伸手去搭他的脉搏。 —张翠山行想,索性开开他的玩笑。 —暗运内劲,扶膜上顶,煞时间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人一搭上他手腕,只觉他脉搏已绝,更吓了一跳。 —张翠山接过阴素素递来的手帕,给他包扎伤口,又道。 —毒质已然随血流出,姑娘只需服食寻常解毒药物,便有无碍。 —殷素素倒,多谢了,侧过头来,连一沉,道。 —长坛主不得无礼,见过武当派的张武侠,那人退后一步功身失礼,说道 —原来是武当七侠的张武侠,怪不得内功如此深厚,小人长金棚多多冒败,请勿见怪。 —张翠山见这人五十来岁年纪,脸上手上的肌肉凹凹凸凸,盘根错节,当下抱拳还礼。 —成金棚向张翠山见礼已毙,随即恭恭敬敬地向殷素素施下礼去,殷素素大拉拉地点一点头,不去理会。 —张翠山暗暗呐喊,只听成金棚说道。 —玄武坛白堂主约了海沙派、聚金派和神泉门的人物,明日清晨在乾堂江口王盘山岛上相会,扬刀立威,姑娘身子不适,带小人护送姑娘回平安府去,王盘山岛上的事,量来白堂主一人料理,也已绰绰有余。 —殷素素哼了一声,道,海沙派,聚军帮,神泉门,哼,神泉门的掌门人过三泉也去吗? —藏金棚道,听说是他亲自率领神泉门的十二名好守弟子,前去王盘山赴会。 —殷素素冷笑道,郭三泉名气虽大,不足当白坛主的一击,还有什么好守? —藏金棚迟疑了一下,道。 —听说昆仑派有两名年轻剑客,也去赴会,说要见识见识,突突。 —说到这里,眼角向张翠山一掠,却不说下去了。 —殷素素冷冷地道,他们要去瞧瞧屠龙刀嘛,只怕是掩热起义。 —张翠山听到屠龙刀三字,心中一领,只听殷素素诱道。 —哼,昆仑派的人物倒是不可小觑了,我手臂上的轻伤算不了什么,这么着,咱们也去瞧瞧热闹,说不定须得... —为白坛主铸一臂之力。 —转头向张翠山道。 —张牧侠,咱们就此别过,我坐长坛主的船,你坐我的船回临安去吧,你武当派犯不着牵连在内。 —张翠山道。 —我三师哥之上,似于屠龙刀有关,想起如何,还请殷姑娘见识。 —殷素素道。 —这中间的细微曲折之处。 —我也大不了然,他日还是亲自问你三师哥吧。 —张翠山见他不肯说,心知再问也是突然。 —暗想。 —伤我三哥之人,其意在于屠龙宝刀。 —长坛主说,要在王盘山扬刀立威,似乎屠龙刀是在他们手中,那些恶贼倘若德逊定会赶去。 —说道。 —发射这三枚梅花小镖的道士,你说会不会也上王盘山去呢? —殷素素鸣嘴一笑,却不搭他的话,说道。 —你定要去赶这份热闹,咱们便一块儿去吧。 —转头对长坚鹏道。 —长坛主,请你的船在前引路。 —长坚鹏应道。 —是,弯着腰退出船舱,便似溥义思养对主人一般恭敬。 —殷素素只点了点头,张翠山却敬重他这份武功修为,站起身来送到舱口。 —殷素素望了望,他长袍后心被长金棚击破的破裂之处,带他回入船舱,说道。 —你除下长袍,我给你补一补。 —张翠山道。 —不用了。 —殷素素道。 —你嫌我手工粗略吗? —张翠山道。 —不敢。 —说了这两个字,莫不作声,想起他一晚之间连杀龙门标局数十口老小,这等大奸大恶的凶手,自己原该出手朱雀。 —可是,这时飞带和他同舟而行,还助他起标疗毒,虽说是谢他护送师兄之德,但总嫌善恶不明。 —王盘山岛上的事物一聊,须得立即分手,再也不能和他相见了。 —殷素素见他脸色难看,已猜中了他的心意,冷冷着道。 —不但都大锦和柱石两标头,不但龙门标局满门和那两个少林僧,还有那汇丰和尚也是我杀的。 —张翠山道。 —我早疑心是你,只是想不到你用什么手段。 —殷素素道。 —那有什么稀奇,我潜在湖水中听你们讲话。 —那汇丰突然发觉咱们两人相貌不同,想要说出口来。 —我便发银针从他口中射入。 —你在路上、树上、草里寻我的踪迹,却哪里行得着? —张翠山道。 —这么一来,少林派便认定是我下了毒手了。 —殷姑娘,你当真好聪明,好手段。 —他这几句话中充满激愤,殷素素假作不懂,盈盈站起,笑道。 —不敢,张武侠谬赞了。 —张翠山怒气甜鹰,大声喝道。 —姓张的根影无怨无仇,你何苦这般陷害于我? —殷素素微笑道。 —我也不是想陷害你,只是少林武当,号称当是武学两大宗派。 —我想要你们两派斗上一斗,且看到底是谁强谁弱。 —张翠山悚然而心,满腔怒火暗自浅息,却大增借据之意。 —心道,原来他另有重大阶谋,不只是陷害我一人而已。 —倘若我武当派和少林派当真为此相斗,势必两败俱伤,成为武林中的一场浩劫。 —殷素素折善清晖,神色自若,说道,张木侠,你膳上的书画,可否供我开开眼界? —张翠山尚未回答,忽听着前面长青棚船上有人朗声喝道。 —是巨金帮的船吗?哪一位在船上? —右手江面上有人叫道。 —巨金帮少帮主,到王盘山岛赴会。 —长青棚船上那人叫道,天鹰教英姑娘和朱雀坛长坛主在此,另有名门贵宾,贵船退在后面吧。 —右手船上那人粗声粗气地道。 —若是贵教教主驾临,我们自当退让,是旁的人,那也不必了。 —张翠山心中一动,天鹰教,那是什么邪教,真的没听说过,眼见他们这种声势,力量可当真不小啊。 —想是此叫崛起未久,我们少在江南一带走动,事已不知。 —巨金帮倒是久闻其名,可不是什么好角色。 —推开船舱,向外望去,只见右手,那船船身叼成一头巨金之状,船头上白光闪闪,数十柄尖刀相成巨金的牙齿,船身弯弯,变似均鱼的尾巴。 —这艘巨金船翻大船轻,行驶时比长京鹏那艘船快得多。 —长京鹏站到船头叫道。 —麦少帮主,鹰姑娘在这儿,你这点小面子也不给吗? —巨金帮船舱中钻出一个黄衣少年,冷笑道。 —路上是你们天鹰教为尊,海面上该算是我们巨金帮了吧,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让你们先行? —张翠山心想,江面这般宽阔,数百艘大船也可并行,何必定着他们让道,这天鹰教也未免太横。 —这时,巨金船上又加了一道风帆,抢得更加快了,两船越离越远,再也无法追上。 —长京鹏哼的一声,说道。 —巨金帮,屠龙刀也……屠龙刀。 —大疆之上风极浪高,两船相隔又远,不知他说些什么。 —那麦少帮主听他连说了两句屠龙刀,心想事关重大,命水手侧过船身,渐渐和长京鹏的坐船靠近。 大声问道。 —长坛主,你说什么? —长京鹏道。 —麦少帮主,咱们选武坛白坛主,那屠龙刀…… 张翠山威绝奇怪,怎么他说话断断续续? —眼见巨金船靠得更加近了,相距已不过数丈,猛听得呼的一声,长京鹏提起船头巨毛,至江出去。 —毛上铁链,响郎郎联响,对面船上两个水手长声惨叫,大铁毛已勾在巨金船上。 —麦少帮主喝道。 —你干什么? —长京鹏手脚极快,提起左边的大铁毛又置了出去,两只铁毛击毙了巨金船上三名水手,同时两艘船也已连在了一起。 —麦少帮主抢到船边,伸手去拔铁毛。 —长京鹏右手挥动,练声两枪,一个碧绿的大西瓜飞了出去,碰着一声猛响,打在巨金船的主威之上。 —张岁山才知道,这大西瓜是长京鹏所用兵器,眼见是金刚铸成,刮上西橙绿黑尖条纸色,共有一对,既已刚链,便可流心垂无意。 —只是两个西瓜特大特重,每个不下五六十斤,若非屡立惊人,如何使得他动? —右手的铁西瓜击出,巨金船上的主威歌拉拉响了两声,成京鹏拉回右手铁西瓜,跟着左手铁西瓜又击了出去,带到右手铁西瓜三度进击,那主威嘎拉嘎拉联响,从中断为两劫。 —巨金船上众海盗,惊叫呼喝。 —长京鹏双刮齐飞,同时积在后围之上,后围叫戏一击变断。 —这时,两船相隔两丈有余,那麦少帮主眼睁睁地瞧着两根围杆一一折断,尽是无法可视,只有高声怒骂。 —长京鹏喝道,有天鹰叫在此,水面上也不能任你巨金帮称雄。 —又碧阳处,铁瓜又是呼的一声飞出,这一次却击在巨金船的船弦之上,砰的一声,船旁邓时破了一个大洞,海水涌入,船上众水手大声呼叫起来。 —麦少帮主抽出分水峨眉刺,双足一点纵身跃起,便往长京鹏的船头扑来。 —长京鹏带他跃到最高之时,左手铁瓜飞出,尽朝他迎面击去,这一招甚是毒辣,铁瓜到时正是他人在半空,一跃之力将摔未摔。 —麦少帮主叫了,哎哟,身峨眉双刺,在铁瓜上一挡,便欲借底翻回,猛觉胸口气色,眼前已黑,翻身跌回船中。 —长京鹏双刮此起彼落,煞时之间,巨军船上击出了七八个大洞。 —跟着提起锚铁,运进回拉,咔啦啦几声响,巨军船船板碎裂,两只铁锚拉回了船头。 —天鹰叫,船上众水手,不待坛主吩咐,扬帆转舵,向前指使。 —张翠山见到长兴鹏击破敌船的这等威势,暗自心惊。 —我若非得恩师传授,学会着借力谢力之法,他那巨灵神掌般的一掌机在我背心,却如何经受得起? —这人于瞬息间诱敌破敌,不但武功惊人,而且阴险毒辣,十分功于心计,实是邪教中一个极厉害的人物。 —回眼看音速速时,只见他神色自若,似乎这件事司空见惯,丝毫没放在心上。 —只听着雷声隐隐,前堂江上夜潮将至。 —巨军邦的帮众虽然人人精通水性,但这时已在江海相接之处,江面扩达数十里,距离南北两岸,精神遥远。 —巨军邦帮众听到嘲声,忍不住大声呼救。 —长青鹏和殷速速的两艘坐船向东及时,毫不理会。 —张翠山探守窗外,向后望去。 —只见那艘巨军船已沉没了一小半,带着潮水一冲,邓时便要粉碎。 —他耳听得惨叫呼救之声,心下甚是不忍,但这殷速速和长金棚都是心横手辣之辈,若要他们亭船相救,突然自讨没去,只得漠然不语。 —依素素瞧着他的神色,微微一笑,纵身叫道。 —长坛主,咱们的贵客张武侠大发慈悲,你把巨军船中那些家伙揪起来吧。 —这一哨大出张翠山的意外,只听得前面船上常金棚应道。 —谨遵贵客之命,船身侧过,携抢着向上游驶去。 —常金棚大声叫道。 —巨军帮的帮众们听着,武当派张武侠救你们性命,要命的快游上来吧。 —众帮众顺流游驾,长青棚的船逆流营上,抢在潮水的头里,将巨军船上自麦绍帮主以下救起十之八九,但终于有八九名水手葬身在波涛之中。 —张翠山心下大胃,气道。 —多谢你了。 —音速速冷冷地道。 —巨军帮杀人越祸,那船中没一个人的手上不是燃满血腥,你救他们干嘛。 —张翠山茫然落尸,答不出话了。 —巨军帮恶名宿助,是水面上四大恶邦之一,他早闻其名,却不知今日凡语相救。 只听音速速道。 —若不将他们救上船来,张武侠心中更要骂我了。 —哼,这年轻姑娘心肠狠毒,甚于蛇邪,我张翠山悔不该助他起飙了毒。 —这句话正好说中了张翠山的心事,他脸上一红,只得笑道。 —你伶牙俐齿,我怎能说得过你,救了那些人是你自己既得功德,可不跟我相干。 —就在这时,潮声如雷,震耳欲容。 —张翠山和音速速所成江船猛地被抛了起来,说话声进阶淹没。 —张翠山向窗外看时,只见巨浪犹如一堵透明的高墙。 —巨军帮的人若不获救上船,这时都被淹没在惊涛之中了。 —殷速速走到后舱,关上了门,过了片刻出来,又已换上了女装。 —他打个手势,要张翠山除下长袍,张翠山不便再行俊俱,只得脱下。 —他知道音速速要替自己缝补山背的破裂之处,那时他提起他自己刚换下来的男装长袍,打手势叫他穿上,却将他的破袍输入后舱。 —张翠山身上只有短衫中衣,只得将音速速的男装穿上,那件袍子本就宽大,张翠山虽比他高大得多,却也不显得窄小,袍子上一缕缕淡淡的幽香送入鼻端。 —张翠山心神一荡,不敢向他看去,恭恭敬敬地坐着,装作欣赏船舱板壁上的书画,但心事如潮和船外船体的波涛一般,汹涌起伏,却哪里看得进去? —殷速速也不来跟他说话。 —呼得一个巨浪涌来,船身清澈,舱中烛火瞪时熄了。 —张翠山心道,我二人孤男寡女坐在船舱之中,虽说我不欺暗室,却怕与鹰姑娘的亲民有泪,于是推开后舱舱门,走到把舵的舟子身旁,瞧着他稳稳长着豆饼,穿波月浪下驶。 —半个多时辰之后,上涌着潮水反退出海,顺风顺水,周行更远,破晓后,已进王盘山岛。 —那王盘山在前塘江口的东海中是个荒凉小岛,山时临巡,像无人居。 —两艘船驶进岛南,相距尚有树里,只听着岛上号角之声呜呜吹起,岸边两人各举大旗,挥舞示意。 —坐船渐渐使劲,只见两面大旗上均绣着一头大鹰,双翅伸展,甚是威武。 —两面大旗之间站着一个老者,只听他朗声说道, —玄武坛,白龟兽,公银,鹰姑娘。 —声音漫长,绵绵蜜蜜,虽不响亮,却是气韵醇厚,片刻间坐船靠岸。 白龟兽亲自铺上跳板,殷素素请张翠山先行,上岸后和白龟兽引荐。 白龟兽见殷素素神器间对张翠山极为重视,但听到他是武当七侠中的张武侠,更是心中一领。 —说道, —久仰武当七侠的清明,今日幸得时今,大势荣幸。 张翠山谦逊了几句。 —殷素素笑道, —你两个言不由衷,说话太有痛快,一个心想,哎哟,不好,武当派的人也来了,多了个争夺屠龙刀的棘手人物。 —另一个心中却说, —你这种左道邪教的人物,我才犯不着跟你结教呢。 —我说啊,你们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不用口是心非的。 白龟兽哈哈一笑,张翠山却道,不敢,白坛主武功精湛,在下听得白坛主这份隔海传声的功夫心下好声佩服。 —在下只是陪殷姑娘来瞧瞧热闹,绝无际遇宝刀之心。 —殷素素听他这般说,面异春花,好声喜欢。 —白龟兽素知阴素素,面冷心狠,从来不对任何人稍假辞色,但这时对张翠山的神态却截然不同,直到此人在他心中的分量实事不清。 —又听他称颂自己的内功,当下敌意尽销。 —说道:"鹰姑娘,海沙派,聚军帮,神泉门那些家伙早就到了,还有两个昆仑派的年轻剑客,这两个小子飞扬跋扈,嚣张得紧,哪知张武侠扬名天下却这么千光,可见有一份本事,便有一分修雅。 —他刚说到这里,呼听着山背后一人喝道。 —背后鬼鬼祟祟的,毁谤旁人,这又算是什么行进了? —话声一些,转出两个人来,两人均穿青色长袍,背上斜插长线,都是二十八九岁年纪,脸罩寒霜,一服要惹是生非的模样。 —白龟兽笑道:"说起草草,草草便道。 —来来来,我来跟各位引荐引荐。 —那两个昆仑派的青年献客,本来就要发作,但陡然间见到殷素素荣光照人,艳丽非凡,不由的心中都是怦然一动。 —一个人目不转瞬地呆瞧着他,另一个看了他一眼,急忙转开着头,但随即又偷偷邪目看他。 —白龟兽指着呆看殷素素的那人道。 —这位是高则成高大剑客。 —指着另一个道,这位是蒋涛蒋大剑客,两位都是昆仑派的武学高手。 —讲昆仑派威震西域,武学上有不传之谜,高奖两位更是昆仑派中出乎其类,八乎其翠,佼佼不群的人物。 —这一次来到中原,定当大剑身手,让我们开开眼界。 —他这般话中显示颇寒击潮。 —张翠山心想,这两人若不立即动手,也必反唇相击。 —那只高脚二人只唯唯懦懦,似乎并没有听见他说些什么。 —再看二人的神色,这才醒悟,原来他二人一见阴素素,一个傻瞪,一个偷瞧,尽多魂不守舍的如痴如呆。 —张翠山暗暗好笑,心道,昆仑派明波天下,号称剑术通神,哪只派中弟子却这般无聊。 —白龟兽又道,这位是武当派张翠山、张相公,这位是殷素素殷姑娘,这位是毕教的常金鹏常谈主。 —他说这三个人的名字时都轻描淡写不加形容,对张翠山更指称一声张相公,连张武侠的字眼也免了,显示将他当作极亲近的自己人看待。 —殷素素心中慎喜,眼光在张翠山脸上一转,秋波流动,梨窝浅现。 —高则成见殷素素对张翠山神态亲近,胸头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层怒火,狠狠地向张翠山怒目横了一眼,冷冷的道。 —蒋师弟,咱们在西域之时,好像听说过,武当派算是中原武陵中的名门正派啊。 —蒋涛道 —不错,好像听说过。 —高则成道 —原来耳闻不如木剑,道听途说之言,大不可信。 —蒋涛道 —是吗?江湖上谣言甚多,十之八九原本靠不住。 —高师哥说武当派怎么了? —高则成道 —明门正派的弟子,怎的和邪教人物私混在一起,这不是自甘堕落吗? —二人一吹一唱,竟向张翠山叫起震来,他们可不知音速速也是天鹰教中人物,邪教二字,直指白长二人而言。 —张翠山听他二人言语如此无礼,邓时便要发作,但转念一想,自己这次上王盘山来,用意存在茶茶伤害于大言的凶手,这两个昆仑弟子年纪虽叫自己为大,却是突出茅庐的无名之辈。 —犯不着跟他们一般见识,何况天鹰教行事确甚邪恶,欢呼音速速和长金鹏将杀人当作家常便饭一事便知,自己绝不能与他们牵缠在一起,于是微微一笑,说道 —在下,跟天鹰教的这几位也是初识,和两位仁兄没什么分别。 这两句话众人听了都是大出意外,白长两坛主直到殷速速跟他交情甚深,原来却是初识。 殷速速心中恼怒,直到张翠山如此说,分明有瞧不起天鹰教之意。 高将两人相识冷笑,心想,这小子是个农包,一听到昆仑派的名头,心里就怕了咱们了。 白龟兽道 各位兵客都已到齐,只有聚军帮的麦少帮主还没来,咱们也不等他了,见下各位到处随便逛逛,正五十分,请到那边山谷饮酒看刀。 长金鹏笑道 麦少帮主坐船失事,是张相公命人救了起来,这时便在船中,待会儿请他赴宴便是。 张翠山见白肠两位坛主对己直礼甚功,阴素素的眼光神色之间更是柔情似水,但想跟这些人越疏远越好。 说道 小弟想独自走走,各位请便,也不带个人回答,一举手便向东边一带树丛走去。 王盘山是个小岛,山石树木亦无可观之处。 东南角有个港湾,威强高耸,停泊着十来艘大船,想是巨军帮海沙派一干人的座船。 张翠山沿着海边信步而行,她对殷素素任意杀人的残暴行径虽然大事不满,但说也奇怪,一颗心竟念姿在姿地营绕在她身上。 这位鹰姑娘在天鹰教中地位极是尊贵,白肠两位坛主对她像公主一般示好,但她显然不是教主,不知是什么来头。 又想,天鹰教要在这岛上扬刀立威,对方海沙派、神拳门、巨军帮等都有首要人物附会。 天鹰教却只派两个坛主主持,全没将这些对手放在心上。 瞧呢,玄武坛白坛主的气派,似乎功力尚在朱雀坛长坛主之上。 看来,天鹰教已是武林中一个极大的隐忧,今日需当多摸清一些他们的底细,日后武当七侠只怕要跟他们势不两立。 正沉吟间,呼听得树林外传来一阵阵冰震香蕉之声,他好奇兴起,寻声过去,只见树英下高则成和蒋涛各执长剑正在练剑,音速速在一旁笑音音地瞧着。 张翠山信道,师父常说,昆仑派剑术大有独到之处,他老人家少林之时,便和一个号称剑圣的昆仑派林家交过手,这机缘倒是难得。 但武林人士学习武功之时,极其旁人偷看。 张翠山虽极想看个究竟,总是守着武林规矩,只望了一眼,转身便欲退开。 但他这么一探头,音速速也见到了,向他招了招手,叫道,张武哥,你过来。 张翠山这时若在避开,反落了个偷看的嫌疑,于是迈步走近,说道, 两位兄台再次练剑,咱们别惹人烦,到那边走走吧。 他还没听到音速速回答,只见白光一闪吃的一响,蒋涛反剑掠上,高则成左臂重剑,奸血冒出。 张翠山吃了一惊,直到是蒋涛失手误伤,拿着高则成哼也不哼,铁青着脸,刷刷刷三剑。 招出巧妙狠辣,全是指向蒋涛的要害。 张翠山这才看清,原来两人并非练习剑法,竟是真打真斗,不禁大事压抑。 鹰姑娘笑道,看来,师哥不及师弟,还是蒋兄的剑法精妙些。 高则成听着此言,一咬牙,翻身回剑,剑决斜隐,一招百杖飞铺,剑锋从半空中直卸下来。 张翠山忍不住喝彩,好剑法。 蒋涛缩身极躲。 但高则成的剑势不到用脑,中途变招,剑尖抖动,黑的一声呼喝,刺入了蒋涛左腿。 殷素素拍手道。 原来做师兄的毕竟也有两手,蒋兄这下可比下去了。 蒋涛怒道。 也不见得,剑罩忽便,斜斜歪歪地释出一套鱼打飞花剑法来。 这一路剑走得全是斜式,飘逸无伦,但七八招斜式之中,偶尔又夹着一招正式,叫人极难琢磨。 高则成对这路本门剑法自是烂熟鱼兄,见招拆招,毫不客气地关于鸡消辟刺。 两人身上都已受伤,虽然非在要害,但剧斗中鲜血飞溅,两人脸上、袍上、手上都是血点斑斑。 师兄弟俩越斗越狠,到后来尽似性命相扑一般。 殷素素在旁不住口地推波助澜,赞几句高则成,又赞几句蒋涛,把两人击得如颠如痴,恨不得一剑将对方刺倒,显得自己剑法高强,嚎啕殷素素的欢喜。 这时,张翠山早已明白,他师兄弟俩忽然舍命恶斗,全是阴素素,从中挑拨,以报复两人先前出言轻舞了天鹰教。 眼界两人越打越狠,初时还不过抑郁取胜,到后来君仪难以自制,近似要治对方死命一般,再斗下去,是将闯出大祸。 看这二人剑法,确然颇为精妙,然变化不够灵动,内力也嫌薄弱,剑法中的威力只发挥得出一二成而已。 殷素素拍手嬉笑甚至高兴,说道, 扎姆哥,你瞧昆仑派的剑法怎样? 不听张翠山回答,一回头,见他眉头微皱,颇有厌恶之色。 说道, 使来使去这几路,也没什么看头,咱们到那边瞧瞧海景去,说着拉着张翠山的左手举步变形。 张翠山只觉一只温逆软滑的手握住自己的手,心中一动,明知他是有意激怒高强而人,却也不便挣脱,只得随着他走向海边。 殷素素瞧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出了一会儿神,呼道。 庄子秋水篇中说道,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隐。 然而大海却并不骄傲,只说, 武在于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只在大山也。 庄子真是了不起,胸襟如此博大。 张翠山见他挑动高强二人自相残杀,引以为乐,本来甚是不满,忽然听到说这几句话,不禁一争。 庄子是道家修真之事所必读。 张翠山在武当山时,张三丰也常拿来跟他们师兄弟讲解,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突然在这当而发此感叹,是大出于他意料之外。 他一睁之下,说道, 是啊,不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刃之高,不足以及其深。 音速速听他以庄子秋水片中形容大海的话相答,但脸上神气却也不声仰慕亲近之情,说道,你想起了师父吗? 张翠山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伸出右手,握住了他另外一只手。 道,你怎知道? 当年,他在山上和大师兄宋远桥,三师兄余代言共读庄子,读道,不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刃之高,不足以及其深这两句话时。 余代言说道, 咱们跟师父学艺,越学越觉得跟他老人家相差得远了,倒是每天都在退步一晚。 用庄子上这两句话来形容他老人家深不可测,高无尽头的功夫,那才适当。 宋远桥和张翠山都点头称是,这时他想起庄子这两句话,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师父。 音速速道 你脸上的神情,不是心中想起父母,便是想起了师长。 但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云云,当事出了张三丰道长,只怕也没第二个人当得起了。 张翠山慎喜,道。 你真聪明。 惊觉自己忘形之下,握住了他的双手,脸上一红,缓缓放开。 音速速道 孙师的武功到底是怎样出神入化,你能说些给我听听吗? 张翠山沉吟半赏,道 武功只是小道,他老人家所学远不止武功。 唉,博大今生,不知从何说起。 音速速微笑道 夫子步以步,夫子趋一趋,夫子迟一迟,夫子奔一绝尘,而回称若乎厚矣。 张翠山听他引用庄子中言回称赞孔子的话,而自己心中对师父却有如此无体投地的感觉,说道。 我师父不用奔一绝尘,他老人家趋一趋,迟一迟,我就跟不上了。 音速速聪明伶俐,有意要讨好他,两人自是谈得十分投机,久而望眷,并肩坐在石上,不知时光之过。 呼听的远处脚步声沉重,有人咳了几声。 说道 张相公,殷姑娘,武师已到,请去入席吧。 张翠山回过头来,只见长青棚相隔十余仗站着,虽然神色装俊,但嘴角便带着一丝微笑。 神情之中,便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见到一对株连闭合的小情人,大敢赞叹欢喜。 音速速一直对他视所吓人,傲不为礼,这时却脸寒羞涩,低下头去。 张翠山心中光明磊落,但见了这两人神色,禁不住脸上一红。 长青棚转过身来,当先领路。 音速速低声道 我先去,你别跟着我一起。 张翠山微微一睁,心道 这位姑娘怎得闭起咸鱼来了。 便点了点头。 音速速墙上几步,和长青棚并肩而行,只听他笑着问道。 那两个昆仑派的呆子打得怎么了? 张翠山心中似喜非喜,似仇非仇,只瞧着他二人的背影在树后隐没,这才缓缓地将山谷中走去。 进的谷口,只见一块青草地上摆着七八张方桌,除了东手第一席外,每张桌旁都已坐了人。 长青棚见他走近,大声说道。 我当派张武侠驾到。 这八个字说得身若雷震,山谷冥想。 他一说完,和白龟兽快步迎了出来,每人身后跟随着本坛的五名舵主,十二人在谷口一站并列两旁,攻身相迎。 白龟兽道。 天鹰教,殷教主属下,玄武坛,白龟兽,朱雀坛,长金鹏,攻迎张武侠大驾。 殷素素并不走到谷口相迎,却也站起身来。 张翠山听到殷教主三字,心头一震,暗想。 那教主果然信应,当下座椅说道。 不敢当,不敢当。 举步走进谷中,只见各席上坐得众人真有愤愤不平之色,危感不解,却也不去理会。 他不知海沙派、聚军邦、神权门、各路首领到来之时,天鹰教指派谈下的一名舵主引导入座,绝不似对张翠山这般恭敬有礼。 相行之下,显示对之意涵轻视。 白龟兽引着他走到东守第一席上,肃请入座。 这张桌旁只摆着一张椅子,乃是各桌之中最尊贵的首席。 张翠山一瞥眼,见其余各席大都坐了七八人,只第六席上坐着高则成和蒋涛二人。 他朗声辞道。 在下墨学后进,不敢居此首席,请白兄移到下座去吧。 白龟兽道。 武当派来方金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张武侠威震天下,若不坐此首席,在座的无人敢坐。 张翠山记着师父平时常说的宁静千亿之讯。 心想,倘若师父或大师哥在此,这首座自可做得,我确实不配。 坚毅辞让。 高则成和蒋涛十个眼色,蒋涛呼着提起自己座椅,凌空置了过来。 他这一席和首席之间隔开五张桌子,但他这一席尽力甚强,只听呼的一声响,那椅子飞越五张桌旁个人头顶,在第一席边落了下来,端端正正的摆好。 与原有的一张椅子相聚持续,这一手巧劲却是造诣不凡。 蒋涛一掷出椅子,高则成便大声道,嘿嘿,泰山北斗,不知是谁封的泰山北斗,性张得不敢做,咱师兄弟还不至于这般农包。 两人身法如风,抢到椅旁。 原来先前殷素素问他二人到底谁的武功高些,说想学几招昆仑派的剑法,准倪向剑法高明的人求教,二人毫不推辞便拔剑未招。 初时也只是想胜过了对方,但越打越狠,渐渐收不住手。 殷素素又在旁挑拨,两人禁止一起受伤,待见他和张翠山神情亲密地走开,才知上了他当,两人收见果伤,又恼又肚,却不敢向殷素素发作。 这时,趁机抢夺张翠山的席位,想击他出手,在琴球面前狠狠地遮辱他一番。 长金鹏伸手拦住,说道 且慢 高则成,伸指做事,便欲往长金棚碧弯中点去。 张翠山道 两位坐此一席,最事合适不过,小弟便坐那边吧。 说着,举步往第六席走去。 殷素素忽然伸手招了招,叫道 张五哥,到这来。 张翠山不知他有什么话说,便走近身去。 殷素素随手拉过一张椅子,放在自己身旁。 微笑道 你坐这儿吧 张翠山万料不到,他会如此拖略形迹,在琴豪注目之下颇学稠疏,若跟他并肩同袭,未免过于亲密。 倘步一言就作,又不免要使他无地自容。 殷素素低声道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张翠山见他脸上露出球肯之色,不便推辞,便在椅上坐了下来。 殷素素心花怒放,笑音音地给他斟了杯酒。 这边高则成和蒋涛虽然抢到了首席,但就这等情景只有恼怒欲增。 白龟兽伸手在椅子上扶了几下,扫去灰尘,叫道。 昆仑派的两位大剑客要做个首席,那真不错啊,请坐,请坐。 说着和长金鹏及十名舵主各自回归主人席位就坐。 高则成和蒋涛均想。 这农包不敢做首席,武当派的威风终究给昆仑派押了下去。 两人对望一眼,大啦啦地坐下。 只听得喀啦喀啦两声,一脚断折,两人一起向后摔跌。 总算两人武功不弱,不带背心着地,伸手在地上一撑,以字跃起。 但饶是如此,神情已异常狼狈。 各席上的豪客都哈哈大笑起来。 高脚二人,金之士白龟兽是才用手拂椅,暗中坐下了手脚。 暗想这份阴静着实厉害,自己可没如此功力。 他二人本来十分自负,把天鹰角当作是下三烂的旁门左道丝毫没瞧在眼里。 这才在王盘山上如此飞扬跋扈,此刻见到白龟兽显示了这般功力,不由得锐气大错。 却听白龟兽冷冷地道。 昆仑派的武功,大家都知道是高的,两位不用循着两张椅子的晦气。 说道坐烂椅子这点粗浅功夫,在座诸军没一位不会吗? 说是右手一挥,指着坐在墨西的十名舵主,道。 你们也练一练吧。 只听着他拉拉起声猛响,十张椅子一起破裂。 那十名舵主有备而发,坐碎椅子后笑音音地站着,神定气贤,可比高脚二人狼狈摔倒的情形高明得多了。 在座群豪大都是见多识广之人,自瞧出白龟兽故意作弄他二人,只是这情景确实有趣,忍不住都放声大笑。 笑声中只见天鹰教的两名舵主各抱一块巨石,走到第一席之旁,身足踢去破椅,说道。 物以单薄,无力承担两位贵体,请坐在这石头上吧。 这两人是天鹰教中出名的大力士,武功平平,但身躯粗壮,天生神力。 每人所抱的巨石都有四百来斤,托起巨石便递给高甲二人,要他们接住。 高甲二人见法精妙,要接住这般巨石却万万不能。 高则成皱眉道。 放下吧。 两名大力舵主齐声黑的一声猛喝,双臂挺直,将巨石高举过顶,说道。 截住吧。 这么一来,逼得高甲二人只有缩身退胎,只怕两个大力士中有一个力气不济,稍有施闪,那四五百斤的大势压将下来,岂不给压得精折骨断? 他二人心中气恼,却又不敢出手袭击这两个大力士,巨石横空,谁也不敢靠近,自履显地。 白龟兽朗声道。 两位昆仑剑客不敢做首席了,还是请张相工作吧。 张翠山坐在阴素素身旁,相则威文,心中甜甜的,不禁神魂飘荡,忽得听到白龟兽这么一鹤,邓时警觉。 我千万不能自作魔杖,和这邪教女魔头有什么谦缠。 当即站起身来,走了过去。 白龟兽听长金鹏赞张翠山武功了得,他却不曾亲眼得见,这时有心要试他一事,向两名手托巨石的大力舵主使个眼色。 两名舵主会议,带张翠山走近,齐声喝道。 张相公小心,请接住了。 赫声一停,两人身子一矮,双臂下缩,随即长身斩臂,大叫一声。 两块巨石,骑向张翠山头顶压江下来。 秦豪见了这等身世,情不自禁地一起站起。 白龟兽本意,只是要一事张翠山的武功,绝无恶意。 一来,武当七侠的名头在江湖上太响,今日眼见他不过是温文韵集的七年书生,颇出意料之外。 二来,鹰姑娘向来没把谁瞧在眼里,对这位张武侠却显得十分倾倒。 此人日后于天鹰教必有极大干脸。 但忽见这两名大力舵主,茫茫壮壮地炙出巨石,更是好生后悔。 暗教,糟糕。 心想,张翠山是名门弟子,当然不致为巨石所伤,但纵月闪避之际,情景也必狼狈。 倘若不信静儿小小地出了些丑,不但张翠山见怪,鹰姑娘更要大为讳怒。 他倾刻见便打定了主意,倘若情势不妙,历时便要嫁祸于那两名舵主,宁可将两人利弊于掌下,也不能开罪了鹰姑娘。 张翠山忽见巨石凌空压倒,也是吃了一惊,假如后月避开,便和昆仑派的高家二人一般无异。 为免剁了师门的威望,这时候也不容细讲,练武之人到了紧迫宽头,本身蓄积着的功夫,自然而然的使僵出来。 当下左手使一招五字绝中的右勾,带动左方压下来的巨石,右手使一招刀字绝中的左撇,带动右方压下来的巨石。 那两块巨石本身各有四百来斤,再加上凌空一致之势,更是非同小可。 张翠山不以履历见长,要他空手去托,那是一块巨石也举不起的。 可是张三丰这套从书法中画出来的招数,实是夺造化之功的神奇。 要知,武当一派的武功,原不求力大,亦不求招快,只要力道运用德法,四两尚可拨千斤。 这时,张翠山使出师门所受最精深的武功,借着那两名舵主的一掷之势,带着两块巨石直飞上天。 这两块巨石飞之之力,其实出自两名舵主,只是他以手掌稍加拨动变的方向。 他长袖飞舞,手掌引在袖中,旁人看来,近似以衣袖卷起巨石,抛向天空一般。 两块巨石一高一低,先后跌落,张翠山轻飘飘地纵深而起,盘膝坐在较高的那块石上。 但听得哼的一响,地面震动,一块巨石落了下来,一大半深陷泥中,第二块跟着落下,平平稳稳地摆在第一块巨石之上。 两石相碰,火花刺剑,只震在每一席上,碗节都叮叮当当地乱响。 张翠山不动声色地坐在石上,笑道。 两位舵主神力惊人,佩服,佩服。 那两名舵主却惊得目瞪口呆,呆呆地站在当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片刻之间,山谷中寂静无声,得了片赏,才爆出轰雷架一片踩声,两久不绝。 殷素素向白龟兽瞪了一眼,笑也如画,得意知己。 白龟兽大喜,自己险下做了错事,幸好张翠山武功惊人,却将此事变成了自己讨好殷姑娘之举。 于是,走到首席之旁,争了一杯酒,朗生说道。 酒闻武当七侠的威名,今日得见张武侠的武功,当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小人敬张武侠一杯。 说着一饮而尽,张翠山道,不敢,赔了一杯。 白龟兽站起身来,朗生说道。 一叫,新尽得了一柄宝刀,叫做屠龙刀。 有道是,武灵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惊亮闪烁的眼光,从左至右扫视全场。 他身形并不魁梧,但与生响亮,目光锐利,威严之气射人。 又道,毕教阴教主,愿你拣请天下各路英雄,大会天鹰山。 展示宝刀,只是此举筹划废时,须得狭矣时日,成恐天下英雄不知宝刀已为毕教所得。 因此,尚就敬奉请江南驻帮会各位朋友驾临,瞧一瞧宝刀的面目。 说着挥了挥手,脚下八名弟子大声应答,转身走进攜手一个大山洞中。 众人只到这八名弟子弃取宝刀,目光都凝望着他们。 哪知八人出来时,上身都脱光了,从山洞中抬出一只大铁顶来。 铁顶中烧着熊熊烈火,火焰冲洗一丈来告,八个人离得远远的,用长杆尖抬而来,摇摇赫赫,将铁顶放在广场之中。 众人被火焰一逼,正是大感炙热。 那八人之后,又有四人,两人抬着一座打铁用着大铁针。 另外两人,手中各举一个大铁锤。 白龟受到, 长坛主,请你扬刀立威。 长金鹏道, 遵命。 转身照道, 取刀来。 世宅,挺举巨石的那两名神力舵主走进山洞,回出来时,一人手中横拖一个黄铃包裹,令人在旁护卫。 那舵主将包裹交给长金鹏,两人站在他的左右两旁。 长金鹏打开包裹,露出一柄单刀。 他拖在手里,举目向众人一望,刷得拔刀出窍,说道。 这一把便是武林至尊的屠龙宝刀,各位请看仔细了。 说着,拖刀起顶,围状甚是宫尽。 请好久闻屠龙宝刀之名,但见这刀黑幽幽的毫不起眼,心下都存了一个疑团。 怎知此刀是真是假? 只见长金鹏缓缓缓地将刀交给左手舵主,说道。 是铁锤 那舵主接过单刀,将刀搁在铁针之上,刀口朝天。 另一名神力舵主提起大铁锤,便往刀口上击落。 只听着吃的一声轻响,铁锤的锤头中分为二,一半连在锤杆,另一半低落在地。 秦豪一惊之下都站了起来,试想,断金切玉的宝剑利刃虽然罕见,却也不是绝无仅有。 但这柄屠龙刀削铁锤如切豆腐,连叮当之声也听不到半点儿,若非神物便是其中有弊。 神拳门和聚军帮中各有一人走到铁针之旁,捡起那半块铁锤来看使,但见切口处平整光滑,闪闪发光,显示心削下来的。 那神力舵主提起另一个铁锤积在刀上,又是轻轻削裂。 这一次秦豪进阶大声喝彩。 张翠山行讲,如此宝刀当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长征鹏缓步走到场中,提起宝刀,十一招上步披衫,吃得一声轻响,将大铁针中披为二。 突然间抢到左手横刀一挥,从一株大松树腰间掠了过去,跟着纵月奔起,举刀连挥,接连掠过了一十八棵大树。 秦豪但见他连连挥动宝刀,那些大树却好端端的绝无异状。 正字不解,呼听得长心鹏一声长笑。 走到第一株大松树旁,衣袖浮出,击在松树腰间,只听得咯啦啦一声响,那松树向外倒去。 原来这松树早已被宝刀齐腰斩断,只是那刀实在太过锋利,藏金鹏使得力道又极均衡,上半截松树断了之后,仍稳稳地置在下半截之上,只是遇到外力推动,这才倒塌。 那松树一断,带起了一股裂风,但听得咯啦咯啦之声不绝,其余的大树都一磕磕地倒了下来。 长金鹏哈哈一笑,手一挥,将那柄屠龙宝刀致近了烈焰冲天的大铁顶中。 大树倒塌之声尚未断绝,突然远处,跟着船来咯啦咯啦的声音,似乎也有人在斩截大树。 白龟兽和长金鹏都是一恶,寻生望去,只见耸立着船围一根根倒僵下去,那些船围上都悬有坐骑,天鹰教,巨军帮,海沙派,神拳门,各门各派的首脑,见自己坐骑纷纷随着骑赶倒落,无不大为惊目。 各前手下前去查问。 但听得喷喷之声不绝,顷刻之见,众危感或倒或写,无一得免,似乎停在港湾中的船只突然遇到风暴或是海怪,一搜搜的破碎沉没。 这在草坪上的秦豪陡遭此便,一时说不出话来。 初时还疑心是天鹰教布置下的阴谋,但见天鹰教的船只同时遭劫,看来却又不是。 第二批人跟着奔去查问,草坪和港湾相聚不远,奔去的十余人却无一回转,众人面面相许,惊疑不定。 白鬼兽向本坛的一鸣舵主道。 你去瞧瞧。 那舵主应命而去。 白鬼兽抢坐镇定,笑道。 想是海中有甚变故,各位也不必在意,就算船只尽数毁了,难道咱们不能坐木筏回去吗? 来来来,大家干一杯。 群豪心中低悟,可不能在人前示弱,于是一起举杯,刚沾到口唇,突听得港湾旁一声大叫,叫声惨烈,划过长空。 白鬼兽和长青棚听出这惨哭是适才去查问的那舵主所罢,一睁之间,只听得腾腾腾的脚步声落地慎重,渐奔渐进,跟着一个雪人出现在众人之前,正是那个舵主。 他双手摁住脸孔,手指缝中渗出血来,顶门上去了一块头皮,自胸口直至小腹,大腿衣衫浸裂,一条极长的伤口,也不知多身,血肉模糊。 惨声叫道, 金毛狮王,金毛狮王! 白鬼兽道, 是只狮子? 他听到的是只猛兽反而宽心了。 那舵主道, 不,不,是个人,人都被抓死了,船都被打沉了。 说到这里,已然支持不住,俯身摔倒,便此气绝。 白鬼兽又道, 我去瞧瞧。 长青棚道, 我和你同去。 白鬼兽道, 你保护鹰姑娘。 他知那死去的舵主武功不弱, 在天鹰教中算是个硬手, 但一转眼间被人伤成这般厉害, 对手自是非同小可。 长青棚点头道, 是。 呼听着有人咳嗽一声, 说道, 金毛狮王, 早在这里。 众人吃了一惊, 只见大叔后缓步走出一个人来, 那人身材魁梦异常, 满头黄发, 披散尖头, 眼睛闭油油的发光, 手中拿着一根一丈六七尺长的两头狼牙棒, 在眼前这么一站, 威风凛凛, 真如天神天将一般。 张翠山暗自寻子, 金毛狮王, 这魂号, 自是因他的满头黄发而来, 他是谁啊, 可没听师父说起过。 白龟兽上前竖步, 说道, 请问尊家高姓大名, 那人道, 不敢, 在下姓谢, 单名一个训子, 表字退私, 有一个外号, 叫做金毛狮王。 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了一眼, 君想, 这人神态如此威猛, 取得名字却斯文得紧, 外号倒视如其人。 白龟兽听他言语有理, 说道, 原来是谢先生, 尊家跟我们素不相识, 何以一致岛上便即毁传杀人。 谢迅微微一笑, 露出一口白牙, 闪闪发光, 说道。 贵魏聚在此处, 所为何来? 白龟兽心想, 此事也瞒他不得, 这人武功纵然厉害, 但他总是单身, 我和长坛主联手, 再加上张武侠英姑娘从旁相处, 定可除他得了。 朗生说道, 毕叫天音叫, 心静得了一柄宝刀, 邀及江湖上的朋友, 大伙儿在这儿瞧瞧。 谢迅邓目瞧着大铁顶中, 那柄正被烈火断烧着的屠龙刀。 见那刀在烈焰之中不损分毫, 却是神物利器, 便大踏步走江过去。 常金鹏见他伸右手便去抓刀, 叫道, 住手。 谢迅回头淡淡一笑, 道, 干什么? 常金鹏道, 此刀是必较所有, 谢朋友但可远观, 不可碰动。 谢迅道, 这刀是你们住的, 是你们买的。 常金鹏哑口无言, 一时答不出话来。 谢迅道, 你们从别人手上夺来, 我便从你们手上夺去, 天功地道, 有什么使不得? 说着转身又去抓刀。 腔郎郎一响, 常金鹏从腰间解下西瓜流星锤, 喝道, 谢朋友, 你再不住手, 我可要无礼了。 他言语中似是警告, 其实身道锤道, 左手的冰铁大西瓜向他后心直撞过去。 谢迅更不回头, 将狼牙棒向后挥出, 当着一声巨响, 那冰铁大西瓜跟狼牙棒一撞, 急飞回来迅速无伦。 常金鹏大惊, 右手铁西瓜急忙挥出, 双瓜猛碰, 不料谢迅神力惊人, 双瓜同时悲转, 撞在常金鹏胸口。 常金鹏身子一晃, 倒地毙命, 他在前唐江中垂碎麦绍帮主的坐船时何等神威, 这时却经不起谢迅狼牙棒的一撞。 朱雀坛属下的五名舵主大惊, 一起抢了过去。 两人去扶常金鹏, 三人拔出兵阵, 不顾性命地向谢迅攻击。 谢迅左手抓住屠龙刀, 右手中的狼牙棒在铁顶上一挑, 一只数百斤重的大铁顶飞了起来, 横扫而至, 将三名舵主同时压倒。 大铁顶于事未衰, 在地下打了个滚, 又将扶着常金鹏的两名舵主撞翻。 五名舵主和常金鹏尸身身上衣服一起着火, 其中四名舵主已被铁顶撞死, 余下的一名在地下哀嚎翻滚。 众人见了这等绅士, 无不心惊肉跳, 但见谢迅一举手之间, 连臂五名江湖上的好手, 余下那名舵主看了也是重伤难活。 张翠山行走江湖, 会见过的高手着实不少, 可是如谢迅这般超人的神力武功, 却是从未见过。 暗存自己绝不是他的敌手, 便是大师哥, 二师哥也颇有不如。 当今之事, 除非是师父下山, 否则不知还有谁胜得过他。 只见谢迅提起屠龙刀, 伸直一弹, 刀上发出非金非木的沉语之声。 点头赞道, 无声无色, 神物自会, 好刀啊好刀。 抬起头来, 向白龟兽身旁的刀鞘望了一眼。 说道, 这是屠龙刀的刀鞘吗? 拿过来。 白龟兽心知当此情势, 自己的性命十成中已去了九成, 倘若将刀鞘给他, 不但一世英明化于流水, 而且日后教主追究罪责, 那是死得极为残酷。 但此刻和他硬抗, 那也是有死无生。 当下凛然说道, 你要杀便杀, 姓白的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谢迅微微一笑, 道, 硬汉子, 硬汉子, 天鹰教中果然还是有几个人物。 突然间右手一扬, 那柄一百多尽的屠龙刀猛地向白龟兽飞去。 白龟兽早在堤防, 突见他宝刀出手, 知道此人的手劲大得一呼寻常, 不敢用兵器挡割, 更不敢伸手去接, 急忙闪身避让。 那只这宝刀斜飞而至, 刷的一声, 套入了平放在桌上的刀鞘之中, 这一只力道甚是强劲, 继续击飞出去。 谢迅伸出狼牙棒, 一搭一勾, 将屠龙刀镰刀带翘地引了过来, 随手插在腰间。 这一下, 制刀取鞘, 准头之巧守法之旗, 实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他目光自左而右, 向群豪瞧了一遍, 说道, 在下要取这柄屠龙刀, 各位有何意义? 他连贯两身, 谁都不敢搭话。 忽然海沙派系上一人站起身来, 说道, 谢田辈德高望重, 明阳四海, 此刀正该归谢前辈所有, 我们大伙儿都非常赞成。 谢迅道, 阁下是海沙派的总舵主袁广波吧? 那人道, 正是, 他听得谢迅知道自己的姓名, 既是欢喜又是惶恐。 谢迅道, 你可知我师父是谁, 是河门河派, 我做过什么好事? 袁广波捏儒道, 这个, 谢前辈, 他实事一点也不知道。 谢迅冷冷地道, 我的事你什么也不知, 怎说我德高望重, 名阳四海? 你这人, 缠媚屈凤, 满口胡言, 我生平最瞧不起的, 便是你这般无耻小人, 给我站出来。 最后这几句话, 每一个字便是打一个轰雷。 袁广波为他威势所舍, 不敢违抗, 低着头走到他面前, 身子不由自主地不停打战。 谢迅道, 尼海沙派武艺平常, 专靠毒言派人, 去年在云瑶害死张登云全家, 本月初欧阳青在海门生死, 都是你做的好事吧? 袁广波大吃一惊, 心想这两件案子做了异常隐秘, 怎会给他知道? 谢迅和道, 叫你手下装两大碗毒盐出来, 给我瞧瞧, 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 海沙派帮众, 人人携带毒盐, 袁广波不敢为傲, 只得命手下装了两大碗出来。 谢迅取了一碗, 凑到鼻边纹了一下, 说道, 咱们每个人都吃一碗。 将狼牙棒往地上一插, 一把将袁广波抓了过来, 磕拉一响, 捏脱了他的下巴, 使他张着嘴无法再行合拢, 当即将一大碗毒盐尽数导入他肚中。 于瑶、张登云全家在一夜间被人杀绝, 海门、欧阳青在客殿中遇袭身亡, 这是近年来武林中的两件遗案。 张登云和欧阳青在江湖上名声向来不坏, 想不到竟是海沙派的袁广波所为。 张翠山见他被逼吞食毒盐, 不自禁地颇有痛快之感。 谢迅拿起另一大碗毒盐, 说道, 我信谢的做事公平, 你吃一碗, 我陪你吃一碗。 张开大口, 将那大碗盐都倒入了肚中。 这一招, 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张翠山见他虽然出手狠毒, 但眉宇间正气凛然, 可怕他所杀的均是穷凶极恶之辈, 心中对他颇具好感, 忍不住说道, 谢前辈, 这种奸人死有余辜,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谢迅横过眼来, 蹬视着他。 张翠山微微一笑, 竟无惧色。 谢迅道, 阁下是谁? 张翠山道, 晚辈武当张翠山。 谢迅道, 嗯, 您是武当派张武侠, 您也是来争屠龙刀的吗? 张翠山摇头道, 晚辈到王盘山来, 是要查问我十个余代言受伤的原委, 谢前辈如知晓其中详情, 还请示之。 谢迅尚尾回答, 只听着袁广播大声惨呼, 捧住肚子在地下乱滚, 滚了几段全须成一团而死。 张翠山急道, 谢前辈快服解药。 谢迅道, 服什么解药, 取酒来。 天鹰教中接待宾客的私兵们忙取酒杯酒壶过来。 谢迅鹤道, 天鹰教这般小气, 拿大瓶来。 那私兵亲自捧了一大坛陈酒, 恭恭敬敬地放在谢迅面前。 心中却讲, 你中毒之后再喝酒, 那不是嫌死得不够快吗? 只见谢迅捧起酒坛, 咕嘟咕嘟地狂喝入肚, 这一坛酒少说也有二十来斤, 竟给他片刻间喝得干干净净。 他俯着高高凸起的大肚子拍了几拍, 突然一张口一道白炼野式的酒柱抨击而出, 打向白龟兽的胸口。 白龟兽带着惊觉, 酒柱已打中身子, 便似一个数百斤的大铁锤连续打到一般。 饶使他一身金战内功, 也敢抵受不住, 晃了几晃, 昏倒在地。 谢迅转过头来, 烹酒上天, 那酒水如雨般洒浆下来, 都落在聚金帮一干人身上。 自帮主卖君以下, 人人都拎得满头满脸, 但觉那酒水心臭不堪, 功力稍差的都晕了过去。 原来谢迅饮酒入肚, 洗尽胃中的毒盐, 在以内里鼻出, 这二十多斤酒都变成了毒酒, 他腹中留存的毒质却已微乎其微。 以他内功之身, 这些微毒质已丝毫不能为害。 聚金帮帮主受他这般戏弄, 获得战绩, 但转念又想, 忠实不敢发作, 重有作响。 谢迅说道, 麦八主, 今年五月间, 你在闽江口抢劫一艘远洋海船, 可是有的。 麦君脸如死灰, 道, 不错。 谢迅道, 阁下在海上为寇, 若不打劫何以为生, 这一劫我也不来怪你, 但你将数十名无辜可商尽数抛入海中, 又将七名妇女轮奸致死, 是否太过伤天害理? 麦君道, 这, 这, 这是帮中兄弟们干的, 我, 我可没有。 谢迅道, 你手下人这般穷凶极恶, 你不加约束, 与你自己所干合议, 是哪几个人干的? 麦金身当此尽, 只求自己免此, 拔出妖刀, 说道, 菜四, 花青山, 海马狐六, 那天的事, 你们三个有份吧? 刷刷刷三刀, 将身旁三人砍翻在地, 这三刀出手也真利若快捷, 菜四等三人绝无反抗余地, 历史重刀毕密。 谢迅道, 好, 只是未免太迟了, 又非你的本愿, 倘若你当时杀了这三人, 今日我也不会来跟你比武了, 麦帮主, 你最擅长的功夫是什么? 麦金剑仍是不了, 心道, 在路上跟他比武, 只怕走不上三招, 但到了大海之中, 却是我的天下了, 验算不计, 总能逃走, 难道他随性能急得上我? 说道, 在下想领教一下谢前辈的水里功夫。 谢迅道, 好, 咱们到海水中去比试啊。 走了几步, 呼道, 且慢, 我一走开, 只怕这些人都要逃走。 众人都是心中一灵, 安详, 他怕我们逃走, 难道他要将这里的人个个害死? 麦金芒道, 其实变到海中比试, 在下也绝不是谢前辈对手, 我认输就是。 谢迅道, 爷, 那道省事, 你去认输, 这就横刀自杀吧。 麦金心中砰的一跳, 道, 这个, 这个比武, 胜负原是常事, 也用不着自杀。 谢迅喝道, 胡说八道, 量你也不配跟我比武, 今日我是所债讨命来着, 咱们学武的人手上岂能不沾鲜血, 但是谢某生平只杀身有武功之人, 最恨的就是欺凌肉小, 杀害从未练过武功的妇如良善, 凡是干过这种事的人, 谢某今日一个也不能放过。 张翠山听到这里, 情不自禁地向殷素素偷瞧了一眼, 心想他杀害龙门镖局满门老又数十口, 其中自有不少是丝毫不会武功的, 谢迅若是知道此事, 也当找他算账。 直见殷素素脸色苍白, 嘴唇微微颤动。 张翠山又想, 谢迅若要杀他, 我是否出手相救? 我若出手, 只不过白绕上自己一条性命, 何况他也可说是罪有应得, 但是, 但是, 我难道眼睁睁地瞧着人行凶, 袖手不理? 只听谢迅又道, 这是怕你们死得不服, 这才叫你们一个个施展平生决意, 只要有一技之长能胜过我的, 便饶了你的性命。 他说了这番话, 从地下抓起两把泥来, 倒些酒水, 或成了两团湿泥, 对迈金道, 水性幽略, 端瞧你能在水底吃食多久, 我和你各用湿泥封住口鼻, 谁先忍耐不住伸手接你, 谁便横刀自尽。 当下也不问迈金是否同意, 将左手中的湿泥贴在自己脸上, 封住了口鼻, 右手一扬啪的一声, 另一块泥飞至过去, 封住了迈金的口鼻。 众人见了这等情景, 虽觉得好笑, 但谁都笑不出来。 迈金在湿泥封住口鼻之前, 早已深深吸了口气, 当下盘膝坐倒, 屏息不动。 他从七八岁起便常钻到海底摸鱼捉泻, 水性极高, 便一炷香不出水面, 也淹他不死, 因此这般鄙视他自信绝不能输了。 焦虑之心急去, 宁神尽心, 更能持久。 谢迅却不如他这般静坐不动, 大大步走到神拳门席前, 邪目向着掌门人过三拳等事, 过三拳给他看得心中发毛, 站起身来, 抱拳说道, 谢迅却请了, 在下过三拳。 谢迅嘴巴被封, 不能说话, 伸出右手食指, 在酒杯中蘸了些酒, 在桌上写了三个字, 过三拳邓时脸如此灰, 神字恐怖已击, 晚次突然见到勾魂恶鬼意外, 跟他同袭的弟子垂目向桌上看去, 只见谢迅所写的乃是 崔飞烟三字, 那弟子茫然不解, 心想, 崔飞烟似是一个女子名字, 何以师父见得这三个字如此害怕? 过三拳自然知道, 崔飞烟是自己的嫡亲嫂子, 自己逼尖不遂将她害死, 心想, 反正她饶我不过, 还不如趁她口鼻上湿泥未除, 全力进攻, 她若运气发全, 势必会输给了麦金。 大家朗盛道, 在下执掌神拳门, 平身学了乃是拳法, 向你讨教几招, 也不带谢迅有犹豫余地, 呼的一拳向她小腹击去, 一拳祭出, 第二拳跟着递了出去, 过三拳这个名字的由来, 乃因她权力极猫, 一拳可避古牛。 行长武师万万挡不住她三拳的轰击, 江湖上传扬开来, 她本来的名字反而没人知道了, 她心知眼前之事, 立于速攻, 倘若迈金先忍不住而接去鼻上的施泥, 那么谢迅自可跟着接去, 但此刻自己却占着极大的便宜, 对方不能喘气韵力, 武功自是大大的打了折扣。 她两拳击出, 谢迅随手化解, 过三拳只觉对方的尽力颇为软弱, 和视才镇死长金棚, 喷倒白龟兽的神威大不相同。 大叫一声, 第三拳来了。 她这第三拳有个啰嗦名目, 叫做横扫千军, 直催万马, 乃是她生平所学之中最厉害的一招。 在这一招拳法之下, 伤过不少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汉。 这时, 麦金面红耳赤, 额头汗如雨下, 势难再忍。 麦少帮主见父亲情势危急, 而谢迅却正在和过三拳比拳, 灵机一动, 伸手到灵作本帮一个女堕主头发上, 拔下一根银钗, 傲下拆脚寸许来的一截儿, 对准麦金的嘴巴, 身指弹出。 这半截银钗刺到麦金口中, 虽不免伤及她的咽喉齿舌, 但在石泥上刺了一个小孔, 稍有空气透露, 这场比武便立于不败之地。 半截银钗离麦金身前尚有丈许, 谢迅邪目已然瞥见, 身足在地下一踢, 一粒小石子飞了起来, 正好打中那半截银钗, 银钗吃得一声飞回, 势头尽急异常, 麦上帮主啊得一声惨叫, 摁住右目, 鲜血沉沉而下, 断钗也将她一眼刺瞎。 麦军伸手欲抹开口鼻上的湿泥, 谢迅又踢出两块石子, 啪啪两身, 分别打在她双肩, 左右肩骨碎裂, 手臂再也无法动弹。 便在此时, 过三拳的第三拳已击中了谢迅的小腹之上, 这一拳势如风雷, 权力未盗, 已是极为规猛, 过三拳掉上对方不敢应接应驾, 定须闪避, 但无论避左避右, 寸高缩后, 他都预不下异常厉害的厚着。 岂之, 谢迅身子尽是不动, 过三拳大喜, 这一拳端端正正地击中了他的小腹。 人身的小腹本来极是柔软, 但他着拳使如中铁石, 刚之不妙, 以狂喷鲜血而死。 谢迅回过头来, 见麦军双眼翻白, 以气急而死。 他先除去麦军口鼻上的湿泥, 探了探他的鼻息, 这才抹去自己口上的湿泥。 扬天长笑, 说道, 这两人生凭作恶多端, 到今日遭受报应, 已是迟了。 赌兰间双目如电, 设向昆仑派的两名剑客, 从高则成望到蒋涛, 又从蒋涛望到高则成, 两久不语。 高蒋两人, 脸面苍白, 但昂然持剑, 都向他瞪目而视。 张翠山见谢迅轻刻间连臂四大帮会的首脑人物, 接着便要向高蒋两人下手, 站起身来, 说道, 谢前辈, 据你所云, 是才所杀的数人, 都是死有余辜, 罪有应得。 但若你不分青红早掰的烂尸杀戮, 与这些人又有什么分别? 谢迅冷笑道, 有什么分别? 我武功高, 他们武功低, 强者胜而弱者败, 便是分别。 张翠山道, 人之异于禽兽, 便是要分辨是非, 倘若一位是强其弱, 又与禽兽何意? 谢迅哈哈大笑, 说道, 难道世上真有分辨是非之事? 当今蒙古人做皇帝, 爱杀多少汉人便杀多少? 他跟你讲是非吗? 蒙古人要汉人的子女玉伯, 伸手便拿, 汉人若是不服, 他提刀便杀, 他跟你讲是非吗? 张翠山默然伴赏, 说道, 蒙古人暴虐残恶, 行如禽兽, 凡有志之事, 无不切齿痛恨, 日夜盼望, 逐出达子还我河山。 谢迅道, 从前汉人自己做皇帝, 难道便讲是非了? 岳飞是大忠臣, 为什么宋高宗杀了他? 秦桧是大奸臣, 为什么身居高位, 享尽了荣华富贵? 张翠山道, 南宋朱棣任勇奸命, 杀害忠良, 霸赤名将, 终至大好河山沦鱼, 义族之手, 中了恶因, 治收恶国, 这也就是辨别是非啊。 谢迅道, 昏庸无道的是南宋皇帝, 但金人蒙古人, 所残杀虐待的, 却是普天下的汉人, 请问张武侠, 这些老百姓又做了什么恶, 以致受此无穷灾难? 张翠山默然, 殷素素突然接口道, 老百姓无权无勇, 自然受人宰割, 所谓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那也事属寻常。 张翠山道, 咱们辛辛苦苦的学武, 便是要为人深渊吐气, 除强扶若, 谢前辈英雄无敌, 以此绝世武功行侠天下, 苍生皆癖福音。 谢迅道, 行侠仗义有什么好, 为什么要行侠仗义? 张翠山一争, 他自幼便受师父教诲, 在学武之前便已知行侠仗义是须当终身奉行不替的大事, 所以学武正便是为了行侠, 行侠是本, 而学武是末, 在他心中从未想到过行侠仗义有什么好, 为什么要行侠仗义的念头。 知觉这是当然之意, 自明之理, 根本不用考虑。 这时听谢迅问起, 他呆了一待, 猜道, 行侠仗义嘛, 那便是伸张正义, 使得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了。 谢迅七弟长笑, 说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哼, 胡说八道, 你说武林之中, 当真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吗? 张翠山目着想起了余代言来, 三十个一生极善无数, 却毫没来由地遭此惨祸, 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八个字, 自己实在难以信之不疑。 惨然叹道, 天道难言, 人事难知, 咱们但求心之所安, 亦所当为, 至于为祸是福, 本也不必计较。 谢迅邪目凝视, 说道, 素文尊师张三丰先生, 武功官爵当事, 可惜圆谦一面, 你是他吉门高地, 见识却如此繁庸, 想来张三丰也不过如此, 这一面不见也罢。 张翠山听他言语之中, 对恩师大有亲事之意, 忍不住勃然发作, 说道, 我恩师学究天人, 其是凡夫俗子, 所能窥策, 谢前辈武功高强, 非后学小子所计, 但在我恩师看来, 也不过是义勇之夫罢了。 殷素素忙拉了拉他一脚, 示意他赞忍一食之辱, 不可吃了眼前亏。 张翠山心道, 大丈夫死得死而, 可绝不能容他辱及恩师。 那是谢迅却并不发怒, 淡淡地道。 张三丰先生开创宗教, 想来武功, 和他社交平审论对象。 系列宗教,